大家好 我是耳科赵医生 今天是2020年的6月1日 儿童节 我知道在屏幕前有一部分是小朋友 小朋友跟着家长看 祝这些孩子们节日快乐 当然那些装嫩的大朋友 就别跟着吓捣乱了 今天视频单指流歇一歇 终于没有单指流了 之前连续更新的好多期 我都忘了多少期了 都是单指流 看的都要烦了 今天的开场的叮咛 不不不 真群啊 嘴也瓢了 上一次说的这个叫什么 解决方法的最好问题 很多这个耳朵比较尖的朋友听到了 说完当时说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意识到 嘴瓢 真群啊 这个还是老的套路啊 在别的地方 没有处理好 过来找 那么先做清理 这玩意儿真的就薄酥脆 有一些稍微厚一点的呢 能够整个一层接下来 这种薄的呢 就很容易就都碎掉了 当然如果能够直接接下来万事大吉 有的时候像这种 得稍微花点功夫 没有耳雷镜能不能治 当然能治 这耳雷镜出现才几年 这个人耳朵里长真确 估计打热有猴那一年都应该有 难道就没人治得了吗 其实并不复杂 目前来讲 如果不用耳雷镜 那就冲洗 当然也可能慢一点 用碳酸清钠或者是双氧水浸泡 把它跟处理叮咛的基本原则一样 冲洗完 但是跟处理叮咛还有一点不一样 你洗完了得用药啊 如果说单纯的处理完 然后不管回家 那东西说白了跟诈骗没什么区别 几天就长 没有用呢 这个即便就是冲洗 它依然会有真菌的包子 存留在外耳道 之所以这个人外耳道长真菌 之前说过这事 一个是要有包子 第二个它的外耳道的环境 适合这些东西生存 因为这个东西真菌的包子太小 肉眼是看不到的 即便冲洗它也有残留 而且这种外耳道的环境 短时间内不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所以说单纯的这种清洗 以后啊 没有相对应的药物用上去 几天里边就满了 短的两三天啊 长的也不会超过一周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去医院折腾完没两天就又满了呢 就这么个事 其实没什么难的 最早我在用耳内镜啊 这人是双耳的啊 这人是双耳的 两侧都有 两侧全部清理啊 清理完了以后 把这个软膏打进去啊 就冲洗 他能听到清洗完以后啊 局部湿度会增加 耳内镜再进去以后 镜头会变雾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现象啊 所以当时采用这种叫饱和式的打药 也是这个问题 因为镜头清洗度不好的情况下 索性就全打满 这个也是一种 之前提到过的就是灶样的啊 肥皂啊就是最早的那种碱性皂 呃这个病例之前看过啊 因为我记不住了 但但他说之前肯定是没有这么硬啊 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针菌还用过药 好了大概一年多啊 最近又又觉得堵了 再来再来的时候就这样 这个很硬啊 这个比普通的针菌要硬的多啊 而且这种东西浸泡效果非常不好啊 就还不像那个前面那个薄酥脆那种 点药水泡泡 很快就能泡软 这个东西泡起来非常麻烦 我之前遇到过几个外地的病人啊 最后都崩溃了 为什么从外地专门跑过来 受不了了 这一个月不干别的了 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啊 好不容易泡折腾完 没两天就又塞满了 恨不得涨的医院 这种针菌块比较麻烦 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 局部使用抗针菌药可以延长时间啊 可以延长这个再次产生的时间 他这个这种病例 在外耳道或者骨膜上的这种粘腹性啊 要比普通的针菌要明显的多啊 骨膜表面很明显的一层 腻子一样的这种玩意儿 之前的那个病例 几个病例啊 一次打药以后 可以扛几个月 三四个月啊 到半年 但是后来后来依然会慢慢的堵 嗯 目前暂时只能这样啊 还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好的药物啊 短期使用能够 真菌的种类非常多啊 千差万别 我见过比较轻的啊 有几个病例比较轻 就没有用抗真菌药 就是单纯用的这种碱性的 甚至是中性的洗剂啊 像这个碳酸氢钠的这种 第二叶啊 或者 双水 有几个病例就仅仅依靠这种啊 就能控制的不错 那么大部分病例我是用 这种抗真菌的软膏啊 那么也控制的相当好啊 一次用以后 回来找我复查的病人有 但是一般时间都比较长啊 几个月啊 半年偶尔来一次 而且很多过来看实际上是没有真菌复发 只是有点不太舒服回来检查一下 而这种造样的真菌不行啊 还好这个病例比较少 呃一年碰到的不多啊 几粒啊 这个在骨膜上黏复的很紧 就像就像什么那种 滋泥似的 滋泥似的那种在搓啊 那骨膜可没法搓了 再搓就搓烂了 把这个药啊 饱和式攻击先打进去啊 整个打满啊 尔道整个的打满 这个真菌性的啊 还是考虑真菌 前面是啊 两种不同类型的 外耳道的真菌病啊 最后 简单了 叮咛参色啊 这个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呃 对这个说一个什么事啊 这是个小孩啊 九八九岁吧 八十岁的孩子 呃 叮咛参色 家长看见了啊 这个 孩子平常也经常有棉签去捅 把这个叮咛捅捅捅到最深处了 家长来之前呢 这个 呃 自己还先滴了药水 当然这个最后的结果啊 是 对我的操作呢 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问题 在你不明确里边是什么 不确认里 外耳道里边是什么情况下 轻易不要使用第二页 啊 这次家长是蒙对了啊 如果说你蒙错了呢 嗯 可能会更麻烦啊 也许说你不用啊 有的医生 他会让你点药回去再 呃 泡几天啊 耽误一次 可能来折腾一趟 但是这种有医生看过以后相对是比较稳妥的啊 这个自己琢磨完 呃 有的时候一旦啊 错了 可能会更麻烦啊 所以说 我的原则是啊 没有经过专业医生 呃 检查之前 不要轻易的 使用任何类型的第二页 不管你是抗生素的也好 非抗生素的也好 因为这个效果 后边的这个结果 你不可预测 说不要觉得好像很简单 因为这个 是一个概率问题 蒙对了 运气好 蒙错了 专业的问题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解决啊 小朋友啊 把这个块捅的比较深 两边全部都顶在骨膜上 还好 岁数比较大了啊 配合的比较好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误会 是有点辛苦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有点辛苦的 有点辛苦的